今天大年初二回娘家 国道5号中午之后涌现了车潮 根据高宫局的影像可以看到 许多的车辆在雪碎前都得降低车速 国武南向平临到头城路段 亮起了橘色灯号 平均的车速不到50公里 而在北上的部分宜兰到平临路段 更是亮起了红灯 平均的车速只有30几公里 高宫局一估今天 国武双向都是塞车热点 北上车潮甚至有可能会塞到深夜